欢迎来听好说 前几天去餐厅吃饭 美国的餐厅的电视上是长期放着体育频道的各种赛事直播 我走进去一看就跟朋友们开玩笑 说也就你们美国 在世界杯期间体育频道上播的居然不是足球 还是橄榄球 要说本届世界杯那可是有美国队的 人家打得还不错 进了16强 虽然不如20年前的世界杯打入了8强赛的战绩 但是也比较说得过去 你想要是换成中国队 进了世界杯还打入了16强 那全国人民不得现场给你表演一个莆天同庆 然而在美国是一点浪花都没有 你美国队别说是进16强了 就算是中了彩票捧起大力审北 我估计美国人民都不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足球这玩意儿在美国呀 是真的不火 先来一个小学英文测试 足球用英文怎么说 脱口而出 Football嘛 没学过英文的也听过球迷之歌 The Name of the Game Football 然而美国人民不认呢 你说Football那必须指的是橄榄球 那你要问足球在美国怎么说呢 那叫Sucker 更无语的是你在中国一说足球 可能大家想象当中的第一场景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一群大老爷们在球场上挥汗如雨呢 但是在美国 你一说Sucker 很多人脑海中马上跳出来的是Sucker Mom 直一过来就是足球妈妈 没错 是一群家庭妇女的形象 因为美国人把足球视为一种低对抗性的活动 特别是相对于风靡全美的橄榄球来说 毕竟橄榄球那是出了名的强对抗 甚至会造成脑损伤一般的强对抗 据称有99%的美国职业橄榄球球员 退役之后都有脑部病变 所以一般负责任的妈妈 不可能让自家小孩子玩橄榄球 而足球嘛 大部分时间就是跑来跑去追着球体 感觉像小孩子玩游戏很适合小朋友嘛 于是足球就成了很多的美国家庭 为孩子选的一种运动 美国的家庭主妇们全心全意为孩子服务 就需要三天两头开着车送孩子去踢足球 然后在球场边为孩子加油呐喊 地水地毛巾 这就成了美国一道非常常见的风景线 江湖人称Sucker Mom 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人对足球一直就不太待见 可能觉得就是小孩子玩的 花费一个半小时蛮长跑 进不了几个球 甚至有时候还能直接零进球 哎呀太闷了 不如篮球 24秒一球 一球接一球 更不如橄榄球 横虫直撞 血肉横飞 那你要说足球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点地位 那还得感谢贝克汉姆 因为人家长得帅有流量 他老婆也会来事也有流量 所以贝克汉姆退休后就来美国踢球了 总算是让普通美国人往足球那儿挑了一眼 当然来美国踢球的不止他一个 实际上很多的欧洲球星退役之后都来美国踢球 那简直这里是人家的养老圣地 可是实话实说 这些球星来美国略微为足球增加了那么一点点的吸引力 但是比起橄榄球棒球篮球足球连个零头都不够 影响力四手五入 不能说约等于零吧 也能算是聊生于五 然而奇怪的是 群众基础差到极点的美国 足球基本上都能打进世界杯 而且往往还不只是一轮游 16强甚至8强人家都进去过 而被虐了千百遍 仍然视之为初恋的中国球迷遍地都是 可是中国足球队这辈子 就靠张继龙保送进日韩世界杯一轮游 然后不提了 总之吧 足球在美国算是个冷门项目 世界杯美国队掺和了 美国人没有 正如世界杯中国人掺和了 中国队没有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微信公众号 nicetalk好说 可以获取本节目的文字版 有需要的亲可以一步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您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见